计算年龄、时间这个,其实主要是计算时数 计算时数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结束日期 其实最后当然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完成 第一个就是你查时数,用Vidual函数去查 用这个方法,就是去Vidual函数,然后去查什么呢? 查这个代号,那去哪边查呢?去那个开课斑别 开课斑别当然我是有建立一个名称 它的第三栏,那完全比对,查出来的话就是 这个课程总共的时数多少 那时数多少之后的话呢,再算结束的天数 总共几天之后结束,那几天之后怎么算呢?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查到的时数除以3 有没有,把它除以3,为什么要除以3?因为一周 三个小时嘛,30个,所以呢 所以呢,30个小时等于是要10周嘛,那因为第一周已经开始 所以把它减掉,减掉之后再乘上7 那乘上7之后就是总天数啦,就是说,哎,开始这是第一周 那63天之后呢,就结束,所以其实哦,你就直接怎么样? 再把那个63天直接加上起始日期 因为我前面讲过啦,日期实际上 里面存的,日期里面就是一个数字嘛,你数字加上一个63天 它会顺便帮你把格式也带过来,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 那就会结束,但如果你要这是分三个阶段完成 你如果一次完成的话,就要打成这样 把它综合起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练习看看 因为这个跟前面有部分的是有些些雷同 那其他还有像人事考评,这个都有答案 所以逻辑上大概刚刚有讲过,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再把它分别,单位,主别,升等 关键在value,然后考核,考核,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average或者相加除以3,那比4合计等等的名次 另外当然也可以把它输出成VBA,做两个按钮 那做法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题那个饭店管理 饭店管理难度又更高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主要它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怎么样去产生这个booking ID 那所谓booking ID就是你这一笔订单的编号 这个编号的话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则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再把这个题目稍微看过 那我的题目是放在上面这边 上面这边,不过你看完题目可能 它里面讲的还蛮细的啦 或者你可以跟什么,跟完成的画面稍微比对一下 booking ID怎么产生 那最后呢再利用什么 booking ID返查一些资料 包含什么资料 住在这个订单里面的那个订的客户是名称叫,名字叫什么 而且是全民,然后他住哪一间房间,住几晚 花了多少费用 这个费用指的就是一个晚上的费用 那总total是花多少钱 都可以透过booking ID呢,可以把它查出来 这一题我想各位回去的话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再试试看 那下一次上课 我想后面还有大概325 这个部分的话一样可以用index或者offset 或者interact 其实都可以查得出来 还有像什么班级曾经 成绩查询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就是大概会有这几个练习题 那下一次上课因为还剩一次上课 所以理论上我会把一些范例再跟各位带一下 那剩下还有时间的话 那还有其他的那个综合的练习题 这里面好几题了 可能讲不了什么题目了 所以看里面可能挑一题 或者挑比较重要的题目来跟各位做说明好了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那回去的话还是尽量 一定要花时间练习 因为这东西其实如果你不练习的话 你要把它学会 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